高空工作向來危機四伏 地盤環境就更加複雜 任職多年地盤集工的清傘 三年前開工時未有扣緊安全帶 由17樓高空墮下至7樓 雖然大難不死 但身體多處有後遺症 令它無法再工作 不要壞那份薪金和自己賣命 因為這些錢都是賺不到的 如果戴不了安全帶那些地方 刮不了安全帶那些地方是做不到的 就是要壞自己的命負責 和壞家人負責 根據建造業總工會統計 去年一共有34名工人殉職 因為建造業已經響起安全警號 呼籲承判商和僱員要做好職安措施 勞資官三方都有責任 當然最大的責任在老闆那邊 是不是 他要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平台 安全的工作環境給我們工友 如果真是老闆沒有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或者適當的安全設備 你可以去拒絕工作 但如果它給了你之後 給了你之後 你一定要用 就不要太方便 周聯橋又指 今年建造業工程興旺 工期非常緊迫 促請勞工處增併人手 加強巡查高空工作安全 一旦發現遺例操作 應該要嚴懲 香港風貧電視機 在黃家林報道